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金融海啸时的情况 2009年的6.34倍 降到2010年的6.19倍 那么在2011年的贫富差距的数字呢 也将在8月份来公布 预期差距将会更加的拉近 这些都是政府与全国的民众共同努力的成果 过去的四年 政府施政非常重视这个数字 那么过去呢 我们政府透过这个租税的优惠 社会的福利 那么创造就业等等的措施 来改善这个贫富的差距 那么在亮眼的这个数字之后呢 能不能偿富于民 能不能让所有的民众 能够充分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 要让所有的民众 能够有感于政府 凭经济的努力 逐渐达到缩小贫富的 差距的社会 这是一个大的关键 那么自从马总统上任以来 带领着执政团队 以不乱反正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对未来四年的期许 更希望国家能够脱胎放股 达到均富就业与创新 本习在此要富裕所有的行政团队 在制定改革创新的各项政策与措施的同时 一定要坚持以人民的福祉 及社会的共识为依据 致力于缩小贫富的差距 创造均富台湾为目标 让全国人民都能享有幸福的生活 富裕的经济 再次的富裕行政团队 发挥专业与魄力 努力改善贫富差距 创造均富的台湾 再次的富裕 再次的富裕 感谢观看